周全會主辦的公投意見 發表會 首場將在明天登場 四大公投領先人 將會與反方代表 輪番闡述理念 而為了對決年底的四項公投 藍綠也展開全臺宣獎 民進黨立委羅志正 一早就率領黨內同志 在街頭宣揚訴求四個不同意 國民黨立委將啟成十四號起遙 展開六都接力開獎 公投顧臺灣 民主 平會來 國民黨全力宣傳 臨底四項公投 除了黨中央規劃 一千兩百一十八場宣獎活動 國民黨立委江啟成 也要在六都接力開獎 要凝聚在野力量 抗衡執政黨撒數千萬 兩千一百場的說明會 且副主席郝龍斌 中廣 董事長趙少康等戰鬥欄成員 都出席相挺 對於被質疑 此舉是另立黨中央 江啟成說 黨中央鼓勵大家各自辦 江啟成指出六都宣獎活動的首站 將於十四號在臺中舉辦 民進黨立委羅志正動作更快 十二號一早的上班交通 尖峰時刻與立委江永昌 還有多位議員站在板橋街口 儘管雨下不停 仍然要宣揚訴求四個不同意 一二一八公投進入倒數季時 首場的公投電視發表會 即將在十三號著六登場 四大公投領先人將率先登場 與反方代表輪番闡述理念 經濟部長王美花也將與律師 陳憲政在藻礁議題上交鋒 第二場發表會將代表 反萊豬公投上場的趙紹康 批評中選會安排的順序 認為有失公平 揚言將在現場抗議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